注意看 这列载有2000多吨燃油的火车正在急速行事 此时的两名司机都在呼呼打碎 浑然不知接下来会发生怎样恐怖的事情 1993年10月30日这天晚上 在四川广源火车站 两名司机执行完一趟列车任务后回到了宿舍 按照规定两人此时应该回到员工宿舍进行休息 因为明天早上7点 还要去执行一趟广源至成都的货运列车 但当这两名司机回到宿舍时 发现他们的同事正在打扑克 这让本就辛苦一天的两名司机来了精神 内心也开始抓扬起来 于是他们便参与其中 反正离明天早上的直程任务 还有十几个小时呢 接下来所有人一起挑灯夜站 而两名司机的手绩却也越来越好 以至于他们根本就忘记了明天 还有一趟列车任务的事情 就这样一直到了11月1日凌晨两点左右 同事们扛不住困意才先后离开 此时两名司机才响起来 五小时后还要跑车 于是一个箭步冲到了床上开始休息 然而五小时的时间很快变大 两人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 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列车之上 并执行了这趟广源至成都的12114列车 该次列车编组34节油罐车厢 全部装满了航空燃油 很快列车准点从广源出发 刚开始两名司机并没多大影响 但几分钟后 两人感觉非常困乏 副司机更是好几次差点睡了过去 实在撑不住 他便与主司机商量 让他先一个人开一会儿 自己则是放心大胆的开始睡起了大觉 刚开始主司机还能撑一会儿 但是时间异常强烈的困扬 不断席卷他的大脑 上下眼皮也开始不停打架 窗外的视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此时列车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通过了德阳市黄许镇站 按照计划 他们将于7分钟后到达德阳站 此时德阳站直班员 通过无限列调联系到了 12114列车的司机 并告诉他进站时有50米弯道 要注意节奏 而司机迷迷糊糊的回复了收到 接下来列车便开始一路狂飙 向德阳站不断靠近 很快列车来到了德阳站近站信号机前 此时信号机显示为两盏黄灯 这是提示司机 列车应该减速通过 可不料当时的司机已经飘飘欲先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信号灯 所以列车依然以80公里的时速 冲过了站前的信号机 紧接着列车的自动停车装置 检测到异常后迅速发出了警告 这一声声刺耳的声音 让两名驾驶员瞬间惊醒过来 主司机朝着前方一看 车站前面的弯道已经出现在眼前 他立刻拉下紧急制动 但由于列车速度实在太快 根本没有足够的距离进行刹车 一声巨响过后 列车冲出了铁轨 而后方的灌车由于灌性的作用 开始不停向前面挤压 长达34辆灌车的车厢 竟有25节脱离了轨道 其中24节发生了跌步 接下来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撞击力度实在太大 前面三节灌车发生了破裂 内部的燃油也出现了泄露 并开始急速挥发 一时间整个空气里都充满了燃油的味道 当这些气体接触到轨道旁的电网后 被直接点燃 就在一瞬间 第一节灌车发生了剧烈的燃烧 紧接着引燃了后面八节灌车 差时间整个车站火光弥漫 油罐也被烧得遍体通火 随后油罐一节哀着一节的产生了爆炸 升起了恐怖的魔鬼云 并波及到了铁道旁的职工宿舍及办公大楼 有5名职工在爆炸后当场死亡 11人不同程度受伤 他们是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好好的睡觉上班 竟会因此丢掉了性命 事后 四川省委高度重视此事 立刻召集了400余名消防官兵 出动了33辆消防车 2000多名武警官兵及10辆救护车 开始对现场开展灭火及救援行动 他们冒着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 闯入事发现场 经历了整整6个多小时的努力 终于将大火控制住 随后也将铁路恢复成功 事后统计 该次事故共造成5名工人遇难 11人受伤 他们都是来自铁轨旁边 宿舍大楼及办公大楼内的工作人员 铁路损坏300余米 300多吨航空燃油被烧毁 直接经济损失达300余万元 而列车上的两名司机 被铁道部门开除了陆级后 移交司法部门 接下来他们面临的是 因交通肇事罪锒铛入狱 另外 当时1211次列车上 还有一位运转车长 当他发现减速信号灯时 并没有第一时间对列车 采取紧急制度 所以该次事故他难逃其咎 最终也被予以降职降薪 调离工作岗位等处分 而成都铁路局吸取教训 将原定零点至两点执勤的机办 改为从22点至早上6点 并强制要求职承人员 在19点时准时睡觉 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